各位书友你好 欢迎来到靠谱讲书 我是徐子东 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书籍是 陆瑶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和财主的儿女们 时隔40年 作者笔名接近 一个叫陆瑶 一个叫陆林 还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出版的时候都不红 日后呢 越来越受到重视 陆瑶啊 原名叫王卫国 1949年出生 1992年去世 陕西榆林清建县人 出生贫困农民家庭 这个当代作家 真的出生贫困农民家庭的 还是不多的 中学呢 在阎川县立中学读书 69年回乡务农 73年到延安大学 是工农兵学员 这个很多人现在不知道 什么叫工农兵学员了 就在那十年当中 进大学 主要不是通过考试 而是通过推荐 平凡的世界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在当初八十年代 写作出版的初期呢 并不怎么受到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这个现象呢 随着近年来 这个小说 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而且评价越来越高 有些评论家就倒过去 看 说为什么 他们当时的这个 当代文学史啊 很多作家都提到了 为什么不提 这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呢 我这个 见过作协的一个领导 原来做过人民文学的主编 叫李静泽 他私下就跟我说 他说两个作家 对当代青年 世界观影响最大 一个就是于华 代表作活着 另外一个就是路遥 平凡的世界 八十年代的潮流 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手法有点太传统了 那问题在于 为什么隔了二十年 三十年 现在讲起来快四十年 这个作品 越来越红了呢 我 初步的理解 农民工进城 导致了中国读书人口的变化 小镇青年 对作品 有广泛的共鸣 当然了 也有人说是因为 去世的作家 有一些人事的关系 但我不想往这方面来解释 我有一个批评界的朋友 叫陈德培上海的 他曾经用 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 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 他说当代文学就是两种 一种叫城里人下乡 一种叫乡下人进城 什么是城里人下乡呢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感受 韩绍空 阿诚 石铁生 张成志 知青文学就是城里人下乡 那什么是乡下人进城呢 沈从文 莫言 甲平蛙 路遥 沈从文莫言是什么 美化乡村批判城市 甲平蛙是什么 上周出路是挖掘传统文化当中的复杂形态 有的美化 有的是也挖缺点 所以也有上周出路 也有废都 那路遥写什么 路遥写得最直接 就是农村困境的转变的可能性 再大白一点 就乡下人进城的 美好愿望 与困难现实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个村 村里的农民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 邵安 邵平这一家 也是全家一个破窑洞 一个炕 父亲也穷 邵安是这个 这个 哥哥啊 他家里有一个姐夫 姐夫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走法 贩卖老鼠药 贩卖老鼠药走资本主义 那怎么办 邵安就走关系 去救这个资本主义道路的姐夫 也没办法 走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在住在干部的家里 这是第一类 农民 穷苦 第二类 村干部 大队书记 叫田满堂 他一个副手 叫孙玉婷 这孙玉婷是邵安的叔叔 不好好种地 叼了锅铛 跟那个芙蓉镇里面的王秋色一样 大家在种地忙不过来 他忙着干什么 批判水浒 没有一点历史常识 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种地批判水浒 其中还有很重要的情节 就是这个村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 他们跟其他的村去征水 征水源 这个历史学家一直说 中国从古至今 怎么因为这个水会影响农民的生计 怎么管理水 怎么控制水 是历代统治 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七十年代这个时候 这个村里边就跟别的村 因为争一条河的水源 发生泄斗 就是村跟村之间打 我姓田的 跟你那边姓刘的 打 很像二十年代许杰的小说 《产物》 这个农村还有第三派人 田种的比较好 应该说地种的比较好 这是在北方 延安 生活比较低调 他们大部分是中农 我顺便说一句 无论是创业史 艳阳天 包括赵树里以前的小说 一直到平凡的世界 当代文学当中 写农村 写的最好的 不是平下中农 不是地主 富农 而是中农 中农 我还记得创业史里边 有一个中农 说了一句话 小说作者是批判他的 这个中农说什么 说什么红啊牛 黑的牛啊 能够离地就是好牛啊 我一查时间 他讲这句话 比邓小平讲的黑猫白猫要早几年 所以邓小平这个话 是从当然也不知道 这个中农有这么英灵伟大的远见 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 论中华文明 数千年成功的原因 三条 一个就是土地精根细作 这个文化传统 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讲 讲一个人 讲一个学者 三个优点 聪明 勇敢 踏实 哪个优点最重要啊 我上课的时候 问女生们 你们找男朋友 哪一个最重要 他们说男朋友就要聪明的 嫁老公就要踏实的 我们称赞一个学者 这个学者聪明 这个学者勇敢 最好的学者就是踏实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文明的最基本特点 是土地精根细作 我们不是游牧民族抢地方 我们更不是航海民族做生意 我们就是要一某三分地 精根细作 这个在平凡的世界里 都有具体的描写 第二个特点 相声道德中介 这个我们以后 这个我们以后 在讲白鹿园等作品的时候 再详细分析 第三个当然 就是皇权官僚系统 以科举为中介 那么平凡的世界 所展示的 1970年代的农村 我们怎么精根细作呢 本人在那个时候 有幸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 做农民 我第一眼看到的满眼的田野里 有大部分的地 一般 有极少数的地 郁郁冲冲 明显的比旁边要绿 种的东西要繁茂 我作为城里的青年 就问 为什么 农民告诉我 那些是自留地 普通的地 就是一般的 对我来说 那是毁三观的 想在文学里 读到农村70年代的情况 看平凡的世界